海贼王,黑胡子从海里监狱带出来的伙伴到底强不强? 黑胡子海贼团是新晋升的四皇之一,可是黑胡子本人的赏金却并不算太高,他的赏金是22亿贝利,和香克斯、凯多以及大妈之间的差距,还是颇为明显的。 按理来说,黑胡子在顶上战争中的表现,应该已经算是炸裂程度,他不仅在海军本部当面挑衅,而且还从海里监狱带出了大量的最底层囚犯,伤心应该更高一些才合理。 那么,黑胡子从海里监狱带出来的这些伙伴到底强不强呢? 并非所有关入海底监狱的囚犯都是强者,毕竟监狱也是分层管理的,其中最底层囚犯显然威胁程度最高,同时战斗力也是爆棚的存在。 而黑胡子之前前往海底大监狱的最底层进行了一番折腾,引发了骚乱,也正因为如此,他才从中炫出了一些优秀的跟随者,这些跟随者虽然长相都不怎么好看,甚至有的人可以说是奇丑无比,但是给人感觉还是很强的,不然他们也无法被关在最底层呀。 然而,很多人却认为黑胡子带出来的这些伙伴,并非是海底监狱最底层中的佼佼者。 事实也的确如此,从海底监狱最底层出来的顶级囚犯,应该要树红伯爵,巴雷特这样的传说人物,他们的战斗力是可以媲美四皇本人的存在。 像月牙猎人,恶症王之类的角色,肯定是难以和他们媲美的。 就算是关押在最底层的囚犯,他们肯定也是存在强弱之分的,然而再看一下关押在最底层囚犯的典型人物,你就能够发现的确都算得上市高手,至少最低级别也是七五海级别,比如说大家熟悉的克洛克达尔,慎平等等就曾被关押在最底层。 所以,从这个角度来看,月牙猎人,九童等人物也都称得上是一流水准。 推进城的两大高手之一的宇之西流也是被关押在监狱最底层,这也在此时锤监狱最底层是一个强者的大杂贵,而且宇之西流一个人所展现出来的魅力就已经非常可观。 要知道当时推进城的两大高手就是麦哲伦和宇之西流。 麦哲伦的能力和实力,我们已经见识过,宇之西流虽然暂时有所保留,但是他肯定是部署麦哲伦的存在,毕竟他曾经也是管理整个监狱的首要官员,其名二字也能说明问题。 所以,从各种角度来看,黑胡子从海里监狱带出来的这些伙伴都应该算是出类拔萃位存在,其实这一点也和白胡子海贼团颇为相似。 毕竟白胡子海贼团的一些分队的队长,譬如马尔科,花剑比斯塔之类,就是顶尖高手,而黑胡子明显是在模仿白胡子海贼团的一些布局,设置以及称号分配。 黑胡子的目标是成为世界之王,所以他必须邀请优秀的伙伴加入自己的行列中来,就算这些伙伴可能会对自己造成不利的影响,甚至黑胡子可能还需要提防这些伙伴偷袭自己。 然而就是需要这样的一种氛围,才能够让黑胡子更加坚定自己的梦想,整个海贼团才能发展壮大起来。 其实黑胡子的海贼团格局和洛克斯海贼团也有相似之处,两人都属于勃勃的野心家。 对此,你是什么看法呢?欢迎大家留言讨论,谢谢。 你喜欢这个视频吗?希望你能有一些放松和娱乐的时刻。 立刻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吧。并且不要忘了留下一个喜欢,订阅我。再见。